以前人家說過銀行是有錢的 在你有錢的時候強勁借一把借給你 到你沒有錢的時候 到下雨的時候他收回一把借 還要脫掉你的衣服讓你懶病 你不走出第一步 你是永遠不會有第二步的 就好像Tony那樣 19歲賺過500萬 少年得志 可能未必好笑 很嚴重的 告訴你 那時候的飄飄然和你的成功感 會帶給你一個 你覺得自己是天才來的 我們可能會搞一檔生意叫做義德生活 義德生活八貨 為什麼呢 在義德道住 出入馬會 早上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對這份工作不是做零售 是對我現在的工作 還是不離不棄 升旗易德道 回來第二節升旗易德道 繼續有我們三位主持 還有林先生繼續在這裡聊天 好 大陸你剛才是不是 有些事情想問 其實在off mic的時候 好像說得更多話題 不如引伸落在這裡說 剛才off mic說什麼呢 還問回 關於你怎麼看網上購物這件事 我這個是很追隨的 我對網上購物 其實這個只不過說你打電話下單 和一個銷售者去接單 再進化到上網下單 再進化用手機下單 有人去服侍你 沒有這個 背後都是一樣這樣的 因為我聽過你的訪問 你這裡都有點插插的那些 傳統那些銷售人 要經一個人去拿東西 你不跟開我就不讓你 那些銷售人 其實好像有種 阻礙了整個商業 增加了成本 增加了成本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現在我們做的是什麼 這些不是一些 很個人化或者很品牌的東西 純粹我們是放一個位置在購物 如果我們還要經過很多不同的篩選 或者很多不同的渠道 或者很多不同的手段 接觸才可以做到 對於紋身的東西來講 我覺得這些是浪費 這些信息 其實信息成本很高 我覺得 我認為我經常針對這個問題 我自己 就不是說有些銷售不好 其實 因為大家經常想一些東西 因為我做開廠的人 出一罐這樣的東西出來 多少錢要走 其實最重要就是 我做廠的東西要買多些 嗯 嗯 是的 但是來到這裡 要包裝這東西 最好是賣10元 接著 遲些促銷5元 10元兩罐 做些無謂的東西 我覺得 不對 可能我的思路 就是 不是跟傳統零售人的思路 他們會保持一個身份 做些東西出來 做到價值很高 接著 有很多空位剩下 留在這裏 這些市場的手段 但是我做了廠的人 我就覺得 我要去的 還有 我認為這些是 紋身的工作 其實真的 要受惠 失惠 你不是賣個夢給他 不是賣一件漂亮的衣服 走出去 這個價值是無限的 但是我們是吃下肚子 除了你說 別人去一些很名貴的地方 這個環境 又是 我自己都會去這些地方吃東西 是吧 但是呢 那是另外一種享受 享受那種價值 但是如果回來 煲一碗粥的 自己打兩粒米 那幾粒米 不是啊 是傷金的 那幾粒米 煲一碗金米粥出來 哇大佬 不用了吧 我分別在這裏 但是如果我去到 是啊 好像昨晚那樣 去那間餐 是啊 去吃個刺很漂亮的 因為我 我 我的伙計特地和我 佈桌 那很漂亮 那這就不一定不同了 大哥 人家是多 來的 那幾粒星 那幾粒星會成大很多 你的夢 起碼我現在來都 吹水 我去過幾粒星的地方吃刺 是吧 其實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家裡 吃火鍋的 買些肉回去 這是什麼豬 不用了吧 要實惠一點 要實際一點 因為你本身續開廠 去到這些地方 我要供這個市場 我覺得 實際的人 九成幾 為什麼呢 一般生活 但是 需要 不是說窮人 窮人都會有一天 威威 有一餐去威威 等於以前我們 內不喜歡一餐維他奶飲 意思是這樣 就是一樣 如果聽你這樣說 以及聽你以前的訪問 其實你這樣說 你是很適合做網購 當然 因為你成本最低 除了你的麥克風 不是網購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否是網購 是啊 所以便宜很多 我由鞋、襪、內褲 都是的 那你七五九 會不會大規模去做網購 我代答 老闆說不會 因為已經有二百多間分鋪 沒有理由自己做網購 自己打自己 這個是其中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就是香港始終是一個 你剛才說 一開波想說的 讓我打你們 其實我不會打他們 那 不關事 打他們也沒有用 他們不能扔給你 那其實呢 香港是很多地產發展商 發展他們的很多商場 而香港人也有很多很空閒 在商場上流連的人 去買東西的人還是很多 香港人休閒的人很多 有這麼龐大的地產發展商 在維繫著購物環境空間 如果我們不去這些地方發展 就等於你少了出路 當然我們可以通過很多不同的渠道 去推展在網上 是 沒有問題的 但是 有多少人 每一種推廣 這種都是一個很龐大的 要不同的渠道走出去 那我覺得這個呢 還有最重要就是 因為我們自己是走一個 薄利多士的民生產品路線 如果我是不賣包包 賣的那些貴價 即是 現在我去這些 手錶 這些 我昨晚吃吃吃都按了 再訂一支咪 打算玩直播 訂一支無線咪 我馬上就訂了 是的 這些不重要 這些有 少 還有如果我買包米又送 買一瓶酒又送 除非那瓶酒是幾千元 起碼都過千元 要不然 你送來幹什麼 是的 買一瓶水酒40元 我現在在外面買四五十元一瓶東西 買幾瓶後跟你送去 你自己來拿 其實是減少了很多成本 你說可以送貨 但是如果所有民生的東西 在香港 可不可以100%變成全部網上送 就是說 所有沒有了店舖 沒有了店舖 我的倉 現在香港也說 倉和商場租金 不是距離很遠 我當你便宜一半 其實沒有便宜一半 好了 如果是這樣 我找倉擺貨 找年輕人去收貨 給客人 還是我客人去店舖 自己拿誰便宜 當然是自己拿便宜 是不是 要做生意要想這條 這個其實還有 香港網購 這幾年搞得不是很難成功 其實有一個問題 因為香港實在太近了 太方便 太方便了 下街什麼都可以買 就是看什麼貨種的 說到民生的東西 你說要買鮑魚 可以網購的 因為貴嘛 成本貴嘛 你買鮑魚五千元 那些人買五隻 那兩萬五元 當然是送貨的 如果我只是做某一類型的產品 可能做飲品都不會 我只是出這些東西 我只是做這些 我是做廠家 我一定會發展網購 我不會經過中間再走 我直接是網購去 因為我本來是給中間代理人 分銷箱 那些利潤 就拿回來 就用來送貨過去 用來拆貨 可以的 如果我全部的產品是自己生產 我一定是玩網購的 對 直送 因為我減卻了中間的無謂人 對 但現在你等於變成超級市場的形式 可以把買的錢 可能是一般都會賣 可能是買的 就是有些難度 當然有很多人成功 現在也有些人成功 我見到他們有些人 是走路線 但是到了一個規模 規模化之後 其實是不是真的可以大規模變成 真的可以把所有這些產品送到到戶 一車值多少錢? 如果我們按現在的插櫃量,一天要處理十幾個貨櫃 十幾個貨櫃,我經常說,就變成五、六、八次駕駛的Van仔去派 如果我一天派五、六次駕駛,成千駕駛的Van仔貨出去派 真的會失敗香港 不是失敗我的官堂道,不會失敗香港 那我怎樣執貨呢? 我執貨的人來,看單位又執貨,其實我可以發展到人家順風的自動執貨系統 怎樣啊?你的投資龐大到這樣 投資到那一套東西成過億,他只是安裝那條拉刀 那好吧,扔這麼多錢下去,我不如去討論 因為在今天,未完全成熟的時候,你去發瘋玩這些的時候 我的所謂行家對手,他們可以拿十萬元給上期按金 或者二十萬,三十萬,十多萬裝修 立即找一些拆架,拿一些貨櫃放在那裡 馬上打死你,是嗎? 我想說這個,不是用這個方法來做 因為這個很有趣的,在大陸呢 我上海的朋友,蘇州的朋友呢 他們... 足不足乎,真的 他們買一棵菜,他真的... 他很重要的 上面跟香港有些不同 這個很不同的 其實我想問,為什麼會買一棵菜呢? 買蔬菜,買水果,買豬肉 沒有,他給我的答案是說 竟然他得到禮的東西,是比他在市場買的更漂亮 這個我問是偶然 他相信這件事 就是說,在市場上的人被淘汰 如果大陸的商場全部玩完 只有網購有市 那土地無價,真的無價 沒有價錢的時候 沒有價錢的時候 所有馬路都不用開放 其實我贊成有一個平衡 這件事我都覺得不可能推到這麼極端 這是一個物理問題 你始終有一個 proximity 的問題 等於歐洲的... 其實美國歐洲的就說 其實Ebay 先行的 為什麼人家還要留在商店裡呢? 因為他明白了一個事情 人是一個群體活動 你要去逛街 其實呢,怎麼說呢 因為我以前做的售貨師知道 人家買東西很多時候 是一煞就衝動的 是即時的反應 你去到... 可能你本身沒有想過買那瓶酒 你覺得很漂亮啊 今天買兩瓶回家 所以這件事是取代不到的網購 我上次去那裡掃那些... 那些... 那些... 我買了幾箱 我走過那些酒 我又拿了兩瓶 你那個... 心理上 你是網購取代不到 那一件事可以啊 因為我有一位朋友是做時裝的 他說被網購打到的生意 是少了四成 即是跌了四成的 那在香港也有十幾二十間分店 很嚴重的啦 交三四百萬 早一個月 我聽過呢 時裝可以呢 就是因為好像我這樣的人 明明是很肥老的 想買一件紮身的 衣服不夠的款式 網購回來 不夠的 不夠的 是嗎 有些這樣的事情 我看過有些這樣的 三副鞋物呢 就是網購可以做得好 但是始終你... 尤其你這麼純身 你... 某些什麼都賣賣 汽水也賣賣 那沒有可能... 坦白說 香港的運輸成本還是貴的 其實我覺得大陸... 大陸是走過頭的 現在是走過頭的 那些人呢 未必的 他任何事情都是... 有另外一個台階就開始了 一上就上月球的 所以... 是的 這個是有些不同的 不過說我剛才去灣仔買東西 都要賺一賺你的同事 那次我問他 我說... 他跟我好談 我問他 林先生 你老闆有沒有流禮啊 他說... 當然沒有 他偶爾打回來 你有打回來的 是... 了解的嘛 我也想... 我也想問一下 我覺得... 說了這麼久是零售 即是說一些管理的經驗 這個就是好東西了 你好親 很親民的 因為現在二百多間分店 伙計都不少 那怎麼管理一個這麼大的團隊呢 我問問一下林先生的管理哲學 你罵不罵人 我猜你罵不罵人 我猜你罵不罵人 你罵不罵人 你罵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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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 你 razón 這個讀不信無謂意志 有信信不信 太快了 是否像曹仁超說的呢?大智慧不如趁勢 抹躍潮流,跟著潮流走 我是很重視黑記復例 做事,你寫普通人,都算是屬於打野的人 我通常形容這些行家就叫打野 我都有做這些工作 是很邏輯化,每樣東西都很秩序、程序化 我認為做管理工作最重要是有罪 有跌有罪,其實出錯的機會就會小一點 當然不能夠保證那些伙計不要出錯 但是出錯,即是我們的機制出錯 我們只需要修正機制,就不是修正那個人 沒錯 這個呢,修理他沒用 其實最多修辱他一會兒,罵他一頓 其實最重要是機制一定要快點收拾回去 我很多時候想事,就從系統去想事 有什麼呢,就抓住電腦部來改系統 收拾回去,我就用這個方法 即制度化?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因為我的系統有少許行家味道 ERP 全套東西都自己開發 你現在看到的所有公司系統都自己開發 IT部的人嗎? 全部 IT部,現在30多人 嘩,厲害 算厲害,予以一個比例 其實去IT部的人多 當然是當我們做IT部的行業的人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有很大需要 不是不是,這個是我在管理上一直以來依賴的 我們的系統化是相當的 要不是走不過來零售這項 因為你由做廠變成零售 這項很多時候做生意人會很大掙扎 因為我的數據,就是在數據上 我網不通的 因為我不外行人 我靠數字就反映給我 這些東西是否合得來 那些東西是否合得來 那些東西是否合得來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這樣做 我真是看數字 你的看法有點像我們看火星任務裡面說 要計數,做數字 要計數,其實最主要是 你看很多數據,數字多看人 做零售一定要,做廠更加要 其實我做商場客 前幾年還未問我們 今年,這幾年開始問我們 誰點擊的什麼按鈕 數據是怎樣 等於跟你們一樣 所以現在就叫形容為大數據 有什麼人走過 如果你知道它的信用卡關係 其實就是信用卡公司 其實都不用你做的 信用卡公司就拿了 分析了 哪些人是借錢多的 不還錢的 哪些人有錢使用的 哪些人買東西 不停買東西的 它的專業都掌握了 只需要跟它結合一起 商場就很容易玩了 那你有沒有分析一下 你們是男客多還是女客多 一定是女的 一定是女的 零食嘛 OL很多 這個不是的 這個是從真正的分析做的 我們掌握 他們有數據的 其實是用那些 Face Detection 是的 來分的 八成 那我年紀呢 十八到 只有八成準的 老實說 我只是說八成 因為只有八成準 是 十八到四十五 是最多的女性 十八到四十五 有些像Google做事 不停收集 每個人都是 街外掌握 我一開波就已經做了 我老婆有份一定 是啊 你好像八成 以前早幾年推出異想前 他都是觀察你的生活習慣 買些什麼多 他不是一樣這樣 那些是直拿 那些叫直拿 但我就不直拿這件事 我不拿個人 我只是拿一群人的消費行為 來分析自己 所以我的會員卡 其實沒什麼所謂 其實呢 其實最重要是一個單 知道一下 有幾多人 是會重複 有幾個會員號碼重複入例 有些是一個星期來一次 來兩次 有些是哪個區出現 會不會周圍去 我只是很懦弄一些 但基本上都不重要 我只是知道 在某個地區的那一宅消費群裡面 會出現了有幾大的差異 他們的消費能力 來到我 是我買東西的能力 不是人家的錢的能力 是買了多少東西 所以我們會看到 我們近期的消費數字 是有一點點買東西 因為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 上一年出了加多稅之後 我們平均 49元 拉雲的單 就跌了下去 30多元 其實這個是對我們 在那裏沉到現在 因為進來拉低了很多 進來買兩包東西 一隻手拿走就算了 以前不是 以前很大袋 因為不用交代稅 被交代再丟兩包 沒有所謂 平均五包以上 五到七包 現在是三到四包 這個就會出現了一些數字 但是不是為了 因為這樣我想有交代稅 我覺得交代真的很無謂 是的 但是 這個是事實我們要想 但是這個想 亦都不需要想 去買那些東西 說真的 這些口立室的東西 又不應該鼓勵別人吃那麼多 雖然我 說一句真話 我在消費組合上 在上一年 其實就變了 將零食方面 減少了 減少了 去到大概三成 我們其他部分 副食品、糧、副產品是三成 中間就賣了 個人護理、化妝品 那些是三成 就走向了一個均衡的做法 這個就慢慢 這一年 其實在過去一年 在上一年的六月份開始 我們已經大幅度調整 我們這種比例 其實 這些就是我們利用數據 我現在是講數據 我從這個看 客人開始慢慢慢慢適應 還有我們一個月 有可能 就是每一個星期 有48萬不同的 會員卡號碼的人 光顧多過一次 然後一個月 有120多萬的人 是會進來 最少有一次 其實在我們一路掌握這些數字 就是掌握一些人的走動 但現在事實上我們 對阿信屋 對不起 對我們這些 就是 是 喜好的人 持續的增長 是放慢了 因為香港整個消費群 相信 是三百多萬 一個主體消費群 我們其實三分之一 都有幫助我們的習慣 當然有波有少 其實在 我們進入一個零售行業裡面 我覺得我們是鞏固了在這個圈子裡面 等我們再廣闊下去 因為來買一棵菜 買一棵東西 做賣婆仔生意 未必可以這麼容易達到 所以我們 做生意 我們就根據這件事 開始做整固 所以我們 會出現了很多這些問題 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是我見過這麼久 包括外德 就算我的客人 就算他們做一些 IT Director 也好 我都沒聽過他會說 注重我的數據 我都沒聽過 我不是在那邊擦鞋 你給我 其實數據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一路來講 其實這些是一個behavior 你買多少東西 我認識IT的人 都沒有試過 真的這樣 這件事做生意 你很多東西要根據 其實你們的對手 我所知 就真的做不到 去找 你試試試報告 不怕這麼說 等於你是親為 你用Faces Action 都用賣 知道這個人大約多少歲 你說八成都准 但很快要抄的 這些是行家 即是這個節目雖然加 很大人會抄 不是的 抄你們 他要幾皮東西 鏡頭 就是了 每個人都買得起 但是 你肯做可以的 肯做 每個人 要配合 不要說 裡面的一些習慣 那個模式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個個行來人 認為用什麼 老行 尊如你說你做地產 你自己 你都不看數據 你看人面而已 看訊息而已 不是 我們都要看數據 看我來看就不是的 在我來看 就真的是 我們做生意的人 我今天賣薯片 明天賣汽水 後天賣果汁 其實是不同的東西來的 其實我們真的要看這件事 其實看著 關係比例 其實我們會根據銷售上的比例 去做工作 大膽一點說 因為那些已經很 establish 好像八街 惠康 或者那兩間 麵力店 那樣 他們已經都吃到肥了 鞋都 蜜都 這麼多蜜 那他們怎麼會 還去掙扎 求全 那不是的 我所知的 就不是這樣說 他們全都肥了 七十一就未必是 不是不是 每間都未必是 其實做這行 你說我 我賺得微 我不相信他們賺得很多 民生工作 他們都不是這麼暴利得到的 就是要講公道 但是我看到 他賣的東西和你的價錢 真的差很遠 他差很遠 是因為有人跟他維持秩序 他可以賣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也會回過去 給客人 其實不會差很遠 現在其實都不差 好像他做franchise 那樣 前一陣子沒有一個 被人打劫 然後死了 死了 原來他揭發了 很辛苦 很辛酸 那些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因為是中間 他說他訂的價錢 是他訂的 賣多少錢都是他訂的 他多少錢給貨利 給貨利 都是他 那就是捏了整條食物鏈 但是這個世界 你要在一個很貴租的路口 那邊的包馬線路口 你衝過去 拿包煙好 拿個避人套好 拿一瓶水好 你趕快就一拿 這個是你要 這麼快就腳 他不是收貴你 他不放在紅綠燈位 他不給貴四倍租 他拿不到這個位置 這四倍租 根本就要給你 在那瓶水上給你 他不是報御你 其實如果你看回 MOK的那本數 他又是賺你很多錢 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麼說 但是我聽他說 他都不是很好過的 對不對 就是說一句 你又要方便 你是要付錢的 你現在你搬來這裡 哇 你現在有一個廣播在這裡 那你為什麼不去尖沙咀呢 說完啦 對啊 我們真的遲些會去尖沙咀的 這個遲一下吧 遲些路在尖沙咀碼頭露天播 都好啊 都好啊 我們遲些真的尖沙咀 不是太少了 老媽也會陪我們街上的廣播 因為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我現在就不是做這行 不過以前我直轉做了一行 你說在一個廣播位 就像說燈打時計 一個廣播要15萬 四五百四十五萬 轉過外人去通菜街有排檔那些 六萬元就有一千呎了 那為什麼呢 那些人寧願在燈打時計那間 那間OK的便利店買水 都不會進去 當然啦 你頸殼的街你來臨 就算不頸殼也不會的 香港人是要買方便的 所以呢 你七十一買一罐可樂 就要七個半 你衛康買可能三個多 一樣的嘛 因為你方便你就要付出多些代價 那別人收到這樣的租金 就因為他入口方便 所以相對上 他未必真的報理到你 這個當然啦 他賺的錢可能因為 扣除成本他的賺也未必賺很多 如果是租金便宜的時候 附近是有些士多在那裏 一樣是在平衡你 是 但是呢 現在因為租金太貴 那些士多都不做 不如賣店舖好過啦 是 整整整整整整 但是不代表他們被人壟斷了市場 所以你怎麼贏了他們 其實不是 是 根本就是他們 就去盛了這個租 去 去來 給大家 大家真的還是喜歡衝過去 買這些東西 當然啦 這個當然啦 因為現在很多小店 你試一下 發展到 你說Apps一按 我要喝一瓶汽水 一按 等一下 在路口拿到的 有沒有可能 沒有的 老闆有問題 是 剛才說了很久 關於管理 你就很針對系統性的東西 那些人事的管理 你怎麼執行呢 這個應該不能數據化吧 人事管理 即是說他何時開心不開心的紀錄 我小時候有學的 這些紀錄有 我師父有教我這些東西的 以前 要管理 你將女同志多一點 女同志 一定會記錄下這些東西的 那麽其實呢 真是搞管理工作 是最重要的 就是訊息一定要通 嗯 什麽都搞 不用搞不清楚 因為有哪個制度是好的 但是訊息能夠溝通 不會的東西少些 不會的東西少些 自然 這件事能夠順暢一些 所以我是好用這些 不怕講KaoKaoTalk 微信 WhatsApp 我用到盡的人來的 那你會不會 ad 員工的Facebook 或者員工 我不是很看這些東西的 我是喜歡廣播的 我喜歡 在廠裡開喇叭 廣播 現在不用了 按微信也可以 KaoKaoTalk也可以 Facebook 內部Facebook也可以 什麽都有 以中之 我都是喜歡廣播的 所以你見我跟你說 我喜歡說話的 剛才我不是打字給你 我讀下去給你聽 所以那些字會出這些字 我是很想直接了當 是啊 當然我不是很懂字 所以不是很蛇字 我是說話多的 我是說話說得快 說話直接說 我可以 我是一路解釋很多給那些夥記 他聽不聽這件事 但是 有心在那的人就會聽 沒有心在那的人都偷聽 因為他不想聽 都會聽聽你說什麼 是啊 有離心的人 他更加想聽聽 你做什麼 所以沒有所謂 這些東西呢 道理不道理不要緊要 用得上 最重要是他來 就是他能理解到我們 多一重 最重要真的是 我不可以理解我所有不同的夥記 我不可能 亦都沒有可能 做廠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做到很多 但是呢 因為那時候 封閉一點 那時候年輕一點 而且 都很年輕一點 因為廠裡面的人 是封閉一點 在一個環境裡面 很容易接觸到 現在這麼多舖 我未必可以這樣接觸 但是我就 將我自己告訴他們 公司想怎樣 為什麼現在要 沒有了政家 那些伙計 昨天那一段 你一聽 不是啊 有些可能會覺得 你不是這樣 會覺得那些伙計 不是那麼相信你 你這樣說 我問過阿榮他們 他們這樣說 不是啊 我就是告訴他們 現在為什麼公司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我一定會說的 是啊 原因現在周圍這麼多競爭 加上兌換 兌換對我們沒有什麼 不是沒有影響 不是絕對影響 只不過那時候的日元紅利少了 我們怎麼可以成立六折呢 上年六折多就是因為 日元跌 當然不是日元跌 最重要是有信用卡公司 補水給我 有回責 有電訊公司補水給我 有銀行補水給我 搞折扣 他們給我一些錢 其實是因為這樣 而是可以做到六折 因為我42% 我怎麼做六折 你現在做不到六折 我做到六折才騙你啊 我就是做不到六折 其實呢 頂頂一下頂不可以 因為呢 臨年尾生意不是那麼好 繼續頂住折扣 但是呢 長造一定死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 不玩了 轉公家化 為什麼呢 也都周圍多了很多 什麼什麼的行家 類似的那些 為什麼呢 每個都容易做 這行 看見你這樣 外行到這樣 你都可以開到這樣 我們做零售的 為什麼不對呢 就是一樣啊 還有我們跟本地供應沒有關係的 一召喚 說得不好聽 一吹 就立刻泥槍的方 是啊 立刻開當容貝宜 三天就搞定一間店 我們最高紀錄好像 一個月開十二間 我們都試過了 容貝宜 其實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我是要告訴伙企 現在沒有了 日圓紅利 彌補又沒有 雙下公司那些又沒有了 六折是做不到的 大家不要再在這裡等了 平時做好些事情 所以轉公家 你們一定要告訴客人 現在沒有辦法了 這樣 我昨天都在Facebook自己試一下 開始講一講的 我準備了明天還是後日 且反正都是 反正上一次 一周試過 Facebook 試過 他只是玩而已 他只知道麥克風不可以 他不是 他還沒搞定 他還沒試過 只是試過而已 只是試過而已 你知我那些奇怪的東西 最適合做測試用的 那我就讓我來測試一下 不要這樣說 今天你也是當做生意人 在這裡說這些 當作測試一下 但是下一次 問第二個老闆 目前這個節目最重量級交換 270磅 我很相信你多難賺過270磅